随着我国冠病疫情继续改善,政府已进一步放宽了社区防疫措施。 从4月26日起,聚会的人数将不受限制。 人与人或群组之间无需保持安全距离。 人们在室内仍必须戴口罩,在户外则可以选择不戴口罩。 所有员工可以返回工作场所上班。 只要没有和他人近距离互动或是在接待顾客的场所,员工就可以摘下口罩工作。 大型活动的场地容量限制将解除。 从4月26日起,当局不再发出健康风险通知。 冠病患者应该通知与他们有密切接触的人。 在疫情改善之际,所有人仍必须继续履行社会责任并保持警惕。 如今,在日子组。 新闻解除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